字幕提供 我覺得我需要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個狀況 完完全全的塞滿 你看前座喔 這邊坐Ari 然後Emma坐這邊 然後俊俊坐在中間 一點空間都沒有 整台車被我們塞滿 還有一個千萬不能忘記帶的東西就是 紅酒 紅酒 對不對 對 你不能喝酒喔 長大也不可以喝酒喔 你在吃什麼 這什麼 要喝麻布糖 給你吃吧 爸爸 你看Emma在上面 Hi 哈哈 哈哈 這台車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關門的聲音 還有這個聲音 大家看到這個陣仗以為我們要搬家了其實並不是 我們今天要出發去 Tahou Emma說 Tahou 我們這一次去Tahou呢 就決定三天兩天都待在小屋裡面 那其實去外面玩也是有一點風險 所以剛剛好這幾天呢我就可以剪片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我會分享我的那個減肥的方法給大家 所以我決定明天在Tahou的小屋就要拍這一集 告訴大家我是如何從今年1月15號開始到現在是幾號 現在是7月20幾號 所以這6個月的時間呢我瘦了整整 16 17 17公斤 還正在繼續健肥中 但是我現在已經瘦了17公斤了 我從96公斤瘦到現在79公斤 明天我就準備要來拍這一集 那今天的VLOG呢會是關於我們出發去Tahou 然後到了Tahou那邊我會給大家看我們這次住的小朋友 是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小朋友 現在我們的第一站呢就是要去俊俊最喜歡的餐廳 我覺得好可憐喔 一碗一碗的芝士 10塊的雞蛋糕 我真的覺得我老婆呢是這個世界上最愛吃麥當勞的人 對不對 不對 對 你覺得會不會是因為你太愛吃麥當勞 所以我們的小女兒才長那麼大隻 太多那個生長激素 你懷孕的時候吃超多麥當勞的 還有 有 你懷Emma的時候也吃很多 為什麼Emma沒有吃麥當勞 那是因為Emma不愛吃東西 那是因為Emma不愛吃東西 有 哇我超可愛 我們可以先吃完再走嗎 真的沒辦法 邊開車邊吃麥當勞 那我以前開Tesla 好可憐 以前開Tesla的時候我邊開車邊追劇過 不良吃飯 這座牆是貫臨舊金山跟奧克蘭的一座 非常繁忙的橋 上面呢是從奧克蘭到舊金山 下面呢是從舊金山到奧克蘭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2008年12年前我來美國的第一天 在橋上面我就被開了一張罰站 第二個故事呢就是為什麼 這麼喜歡去塔火 我跟俊菊認識的第一天 還記得那天 我們兩個人都去參加一個共同朋友介紹的一個飯局 然後就在那個飯局的當下呢 我就問他說 誒 你 對滑雪有沒有興趣 那個 過一陣子我要去滑雪 去塔火滑雪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那他當下 好像找了個理由拒絕 但是 最終 還是 會有騙到手 會有騙到手 來 我今天有坐啊 我要回家坐坐 我們現在呢 距離塔火還有大概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 那我們現在在一個叫Rockland的地方 你們要看一下這邊外面有多熱嗎 老婆 Yes 你還好嗎 還好我剛剛 你沒有熱死嗎 沒有 Yes Yes 在我們買這台車之前呢 我每一天代步的呢 是一台Tesla的Model X 好處就是不需要加油 但是 每一次我們只要長途旅行啊 開一台Tesla 還是 有很大的 壓力跟障礙 那時候你就沒有辦法去一些 可能充電站比較少的地方 或者是 你要知道你去的地方到底可不可以充電 現在 有了這台坦克 超級超級耗油 我們大概 每個禮拜都要加油一次到兩次吧 老婆你覺得我們車子吃油吃的兇 還是我們女兒喝奶喝的兇 我覺得我們女兒喝奶喝的兇 俊老師 你的項鍊好漂亮喔 這個是新推出的商品 有兩個尺寸 一個是2 一個是2.5的 還有帶手鍊 哇 OK 出發 我們終於快到了 4分 現在是4點33分 我們距離我們的小木屋還有7分鐘 今天開了大概多久 4個小時 加油啊 買麥當勞 還有賣東西的時間 我的天啊 我們到了我們的小木屋了 它這是一個區域 對啊 可以游泳耶 這是小木屋嗎 這是我們租的小木屋 這是小木屋 OK 下車 哇 哇 哇 騎開車庫 好 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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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已經把所有東西都從車子上面搬下來了 那我們就來給大家介紹一下這間小木屋吧 這裡是進來的地方 哇 你看上面 挑超高 然後這裡是車庫 超級大的車庫 這邊呢 這間是一個客側 看他這裡有什麼 老公 你看這個 記不記得我跟你說的那個牌子 那牌子 Joseph Joseph 這個很厲害嗎 就是他出很多好用的東西 這裡呢 就是一樓的客廳啦 然後這邊是餐廳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椰子 已經被我們堆滿了我們的東西了 我們只是來兩個晚上 搞得好像我們住一個月一樣 這邊是一個廚房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 Galley式的廚房 就是一整排的 不是L型的那種 是這種一排型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非常巨大的Iron 再加上一個小小的客廳很溫馨 這邊有一個暖爐 這個 今天晚上我們會試用它 這地方的日夜溫差現在是30度 晚上只有10度 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是毛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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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毛巾 這裡怎麼還有一個門啊 這個門去哪裡的 我看一下 這是一個出去的門耶 關門吧 好 我們去樓上 OK Emma 帶我們上去看一下樓上門好嗎 樓上門好 好 好可愛喔 你看這個 非常復古的滑雪纜車 這應該是那家人家的小孩畫了 他的名字叫TESSA 你看這個 TESSA TESSA長大可能會變成皮卡索 皮卡索 皮卡索耶 繼續 你先來介紹 告訴大家這是什麼地方好嗎 這是我們的房間 這裡呢是二樓的一個 算是一個客廳嗎 公共區域 那這邊其實有四張床 四張單人床 一二三四 這間小屋其實可以睡蠻多人的 然後 你看他 他這邊還有提供一些玩具啊 已經被我女兒弄得非常亂 這邊呢是一間 帶有洗手間的房間 或是 家具都蠻漂亮的 回來這裡看一下這邊 這邊也有個房間 馬上回來 先帶女兒去尿尿 好 OK繼續介紹 這是第二間房間 那這間房間呢 就沒有自己的洗手間 所以 要跟其他人共用 OK 這裡進來呢 就是主臥啦 我們看一下這裡是 主臥的巨大洗手間 嗨 嗨 來我們看一下主臥室 哇 好大一間喔 這個床的尖角是不是有點 這是不是有點危險 這床床是 cred and barrel的耶 他沒有walk in closet嗎 沒有 我覺得這房子的屋主 他應該 這應該也是他的那個 vacation house 所以他 所以坐在這邊應該不太需要 太大的衣櫃 大家來這邊應該都是度假啊 然後 短期居住 哈囉 你在睡覺嗎 你在睡覺嗎小女孩 來 OK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小木屋 house tour 應該都看完了吧 就這樣了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要先去 想辦法吃個飯 現在已經5點10分了 掰掰 掰掰 OK那我剛才忘記跟大家講 這間小木屋的價格 我相信你應該都很想要知道 這樣子的一間小木屋 一個晚上有多少錢 那我們現在呢 是夏天 夏天的旺季呢 它的價格是從600塊到800塊錢 那我們租的這三天兩夜 加完稅 加完一些雜七雜八的費用之後呢 是2000塊 所以就是1000塊一個晚上 那冬天的時候 價格會稍微便宜一點點 但是 如果你是感恩節啊 或是聖誕節這種這種 這種節日來的話呢 價格也是會 比較貴 但是仔細想想看 它這邊有三間房間 還有四張單人床 所以其實應該可以住到 10到12個人 所以如果你跟你家人 或是有很多朋友來的話 會很貴 我覺得價格還算是合理 但是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我覺得我們以後 應該也不會來這邊 的原因就是 這裡 不能帶狗 對不對 如果可以帶狗的話 我覺得我們下次應該還會再回來 然後HANA一集 就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不可能 來TAHO過感恩節 不帶他們 對不對 還是我們在 改恩節之前把他們賣了